嗨,各位母记古典乐刊的粉丝们大家好 我是母记副总编辑连世瑶 又到了来跟大家推荐音乐节的时间了 这次的音乐节在哪呢? 其实就在桃园市 一年一度桃园都会举办桃园国乐节 到今年已经进入了第七届 可能有人会问说 你们不是古典乐刊吗? 为何会介绍国乐呢? 其实仔细地想想 国乐不也是我们的传统音乐 和西方古典乐是他们的传统音乐 是一样的概念 而且当今国乐团的发展非常多元 跨界合作比起古典乐界 有过之而无不及 究竟有什么样的惊喜安排呢? 赶紧来看看 2019桃园国乐节的精彩节目吧 在8月3日 于桃园市展演中心展演厅 举办的2019桃园国乐节开幕音乐会 将会是古典乐迷不可错过的国乐演出 原因无它 四年前勇夺柴科夫兹基大赛最高奖的小提琴家 曾雨谦 将与桃园市国乐团及指挥家顾宝文 携手合作梁柱小提琴协奏曲 此首充满五声音阶的名曲 以国乐团协奏的形式更具传统魅力 同场还有由桃园之星打击组的国乐新秀 带来的龙年新世纪打击乐协奏曲 以青春活力奏响今年国乐节的序幕 同样充满年轻气息的 还有8月11日的闭幕音乐会 将由国内著名青年指挥家 黄光佑林军 演出多首青壮世代的作品 以及作曲家刘志轩 与吴宗宪的全新委托创作 独作家同样由青年所奈演奏家林子游 新秀琵琶演奏家高一涵 与古真演奏家于玉红丹纲 展现出桃园国乐节的朝气与传承 除了桃园市国乐团外 桃园国乐节的一大特色 便是邀请其他团体共襄盛举 为桃园带来不同的国乐气息 互相交流与传承经验 8月4日的行旅宝岛音乐会 是台湾国乐团的专场音乐会 将以2016桃园国乐节的 委托创作作品《生动桃园》作为开场 展现出台湾国乐界 不分在地与中央 一起推广努力的无私精神 8月9日的城市之声音乐会 是今年参与国乐营的 青年学子大显身手 一展密集训练成果的大好机会 同时来自日本的贺祥二胡乐团 也将在同场参与献议 当二胡演奏碰上大和精神 会有什么样全新的变化 邀请观众一同进场感受 最后 桃园市国乐团将于8月10日 首次与北京民族乐团合作 在著名指挥家瞿春泉的领导下 以音乐共同凝聚国乐人的心 在桃园国乐节的平台上交流与交心 除了在音乐厅内的正式国乐演出外 桃园国乐节还维持了一贯的精明传统 让大小朋友都能感受国乐乐趣 不但于8月5日及6日 有提供专业人士的大师班 邀请深点奏家黄龙毅 分享技巧与经验外 在7月27日与28两日 更有开放给全部民众报名的 亲子营 我们一起舞起来 以民族舞蹈的角度 让爸妈能够带领孩子一起扭动身体 开心地在经典国乐曲 桃花开中 轻松接触国乐之美 每年亲子营的报名都十分踊跃 有兴趣的爸妈们 动作可要快点咯 今天的推荐大家还喜欢吗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有任何意见也欢迎在底下留言 我们下次见咯